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呢 其实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也是那种很柔柔柔柔的 你就听她说话你就觉得很开心 在生活当中也是特别文族族 小女生那样的感觉 在人们的心目中 一般会用小鸟依人 娇滴滴这些词来形容刘亦菲 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我内心也不是这样的 但这说明我可能伪装比较好 真实的刘亦菲是什么样的呢 平时说话 细声细气 她平时生活中也是 嗯 胖胖啊 我觉得呢 其实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呢 拍几戏来成了拼命三郎 我一想法就是疼死我也要拍 有了伤痛从不做苦 没受伤 没有受伤 却被好姐妹曝光 她说我没有受伤 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她遍体都是伤 她看起来秋色腼腆 戏外却敢上演女追男 看吧 是时候的话也会内着表白 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刘亦菲 柔弱的外表下还有哪些真实的性格 本期周末人物 一起走进刘亦菲的内心世界 毕竟是一部动作戏 常言道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 拳脚齐下的时候 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有不少武打媳妇的刘亦菲 想必深有体会吧 本以为她会大到苦水 谁料到 她的回答很是出人意料 没受伤 没有受伤 然而在同族演员嘴里 我们却听到这样的说法 就是你看她刚才采访的时候 问她在这个戏里面有没有受伤 她说我没有受伤 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她遍体都是伤 她腿上胳膊上身上没有一块 全身都轻了 休息的时候 她因为天气特别热 她就把那个沙衣撩起来 哇 她的腿上全部都是 真的让人看着也挺心疼的 为何要隐瞒伤痛呢 原来在刘亦菲看来 磕呀碰呀算个啥 谁说女孩子就是金枝玉燕 至少我刘亦菲没那么娇气 我不娇气 因为我一直都不是娇气的一个人 为了演好戏 什么苦没吃过 这是一个事实 她就跳进身心里 跳过了已经 只有拍神雕的时候 很浑浊的水 而且还要整个潜进去 没顾虑了 没办法呀 没顾虑了 要拍嘛 不怕那个皮肤让女孩子比较爱惜 这种皮肤 想就想回家好好洗个澡 在现场的海报上 我们还发现这么一幕 电影中扮演捉妖师的王丹一利 一直以捉妖虫磨为己任 聂小倩就不幸落入她的手中 武术指导呢 就是武术导演 她非常的严格要求 一定要珍惜去真做 就是要求我 一定要用尽全力 一定要很真实 很狠地去勒她 因为这场戏 本来就是要收服她 那场戏 因为我是站着的 她是跪着的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 她的那种痛苦的表情 很少有人知道 刘亦菲根本就不能承受这样的戏份 之前拍摄动作戏 就曾给她落下病根 就是颈椎的三四节有骨刺 就是你有时候有 比较激烈的打斗啊什么的 会有一点顾虑 就是我知道我的脖子是不能受伤的 因为我的没有预兆 比如说第一个头 寸进不对了 好 就不能动了 就开始全是这样的了 就很痛苦 有一天犯病 我就是吃了两颗 也吃了一颗药 止疼片 但是也就忘了 拍戏的时候真的就忘了 当时我有一想法 就是疼死我也要拍 可是刘亦菲 居然一声不吭的 就把这场戏给拍完了 直到后来 大家才知道 拍那场戏有多危险 自从两年前拍摄《功夫之王》后 刘亦菲就和古装动作片再无缘分 而这次她一出手 就挑战起《倩侣忧魂》中的聂小倩 要知道这个角色已经被演绎过多次 可谓诸玉在前 尤其是1987年王祖贤演绎的版本 更是深入人心 可以说很难超越 既然有经典在前 向前辈高人借鉴一二高招 也并无不可 可是刘亦菲偏偏来个 不听不看不闻不问 原来在刘亦菲的心中 就是要做到没有任何束缚 才能轻松上阵 因为我觉得最珍质的感情 和最投入的表演 始终是比概念化的东西要更重要 更觉得是 相对于老板中的浓妆 刘亦菲这次在片中竟然素面朝天 可谓独辟蹊径 这一次比原来以往的任何一次都素 所以脸上基本没化什么妆 然后衣服的也挺绵的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 应该是比较妖艳的团队 那我们一个人就经常挂面的 也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痛脑筋的时候 就是如果脱去这些道具 脱去这些符号的一些东西 你怎么用智慧 或者说是用你的那个本性 去达到你的目的 这也是另外一种表演方式 刘亦菲这次在电影《倩女幽魂》中 还有机会大谈恋爱 片中聂小倩原本爱上了古天乐扮演的燕赤霞 后来中途失忆 又爱上了于少群扮演的宁采臣 一个孔无有力 一个清秀俊雅 小倩与这两人的爱情都很甜蜜 这两段感情对她来讲都是初恋 因为她的记忆没有了 初恋的甜蜜感觉 无疑是最让人难忘的 那么在生活中 看起来羞涩腼腆的刘亦菲 见到帅气的男生 会不会主动追求呢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帅气的男生 就要有相反的 这么说吗 花痴一样 或者看到自己比较心动的男生 就感觉的男生 我还是观察吧 你真的说实话好可怜 你知道吗感觉 看吧 是时候的话也会那样表白 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让你对刘亦菲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 其实不管是要强也好 还是拼命也罢 这些都是基于刘亦菲 对表演事业的一份热爱 今年正好是本命年的刘亦菲 也在体味表演的乐趣中 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我就太爱我的职业了 我觉得我能够做我喜欢的事情 然后还能被大家所喜欢 还能接受那么多掌声和鲜花 我觉得就是很感恩 因为我不是为了一个工作去工作 就我觉得最美妙的事情 就是你喜欢的工作 就是你的爱好 拍戏为什么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是 它浓缩了人生 它让你可能更懂得人生是怎么回事 因为它的角度切入点每次都不一样 然后你会接触到很不同的人物关系 你会做出很多不同的决定 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一个 一个很冒险很过瘾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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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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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